好主席各位同学大家早晚麻烦请问曾主委 曾主委有请 赵委员您早 主委早 我想刚刚听到了您的答复 刚刚针对那个蔡黄郎蔡委员 在就叫您说远距居家照顾系统 这个部分您说您完全没有停止 可是我看到您给我的数据 从800到300到现在只剩35个 既然不停止 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少 包委员我解释一下 不是30几个 是我们现在单独的一个系统 另外有331个系统 是结合到地方远距离照顾的系统 纳到他们的系统里面 他们不要我们要给他们就对了 不是 这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些需要的农民伯伯 我们给他的 全台湾有多少农民 农民很多 有四十几万 47万 47万 有多少单身农民 单身农民有6万多人 独居的农民有6万多人 你现在只有35个系统 没有 330 360了 应该加上31个 那其他人多少去6万至于360 他们是不是不是需要的我们特需照顾的人员或是他们为什么不需要 他们都身体状况都还能活动都还能还能照顾到他 所以你已经排除了所有不需要的就像监察院所讲的那些东西包括不管上有终身份或怎么样所以他不需要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孤苦无依的老人家 所以我们才有照顾360个 包围而且我刚才有讲这是一个开口性的合约 他随时需要我们认定他需要的话我们就会给他 这是开口性的 所以任何人如果需要的话 马上就可以给他 你的给是你们退不会给还是结合县市党县市这个政府来给 我们给我们边预算然后纳到这地方 那你觉得这样的资讯一般的这个独居单身的老农民都知道了吗 这个应该都知道了 而且我最近都在跟农民座谈 都在谈这些问题 如果如果他们想要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讯息 你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让这些人普遍的指导这个讯息 然后可以能想说好我有这个需要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照顾 因为我的了解是这个远距的这个照顾系统啊 非常非常的好 对 而且2008年 行政消保会还给你还给你们讲对不对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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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可是我看到的是好的人说很好 可是很多人觉得要被拿掉 他们觉得很无奈 包委员可能您大概跟您反应说 拿掉的这一批人是不错 有一批人被拿掉了 因为当初一直开始建这个案在推展的时候 我们当初冲到大概八九百具这个远距离照护系统 那中间有很多人是不太合乎规定的 因为他们有吃终身奉的啊 会有拿一些钱啊都比较就是说不是属于我们那些啊 比较中低收入户的这一块领域里面的人 后来被纠正了 然后再把那些不合规范的人身份的人把它剃除掉了 是拿掉了那一批人 所以我们真正照顾的是需要我们照顾的话 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把它纳进来 像今年年初刚刚开始又加了就刚才您的数据加了三十八句 好我我看到这个数据啊 我觉得好的东西要推广 是的 不但推广而且加强推广 那我觉得对于那些现在在complain 包括讲说哎呀我本来有现在没有 对有部分 那究竟它的背景因素为何查清楚 如果它基本上有这个条件啊 可以自己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当然很好 家里请得起用人或怎么样 当然很好 但如果没这个条件的话 我相信台湾不止这三百多人 我相信台湾不止这三百多人 所以我希望啊再去访查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这个志工的这个组织 对 他们现在访查的这个频率怎么样 特需照顾的这些农民大会 每一个月我们都要看一次 每一个礼拜要看一次 每一个礼拜要看一次 特需照顾 有列册 我们都有列册 而且还有签到 我们自己到他家的时候都要签到的 都有本册 我亲自去看过这些农民 我都看到我们这些服务员都有签字签字 另外单身的 就是一般性的 一个月要去一次 那属于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农民 大概是我们半年左右 大概去一次 好 我希望这个东西还是要落实 因为我的了解是 有些这个志工的这些组长 领一个月两万块钱 但是他必须他会觉得说 这个他的工作还是太重 是他有时候会有点敷衍了事 那对农民的照顾 我不希望啊 在你们前端 在在有一些措施 有些这个集思广益的这些想法 到末端 就反而是有一些同仁的 没有办法去落实 我觉得这会蛮可惜的 这一点在加强督导方面 我想当然这些东西都报纸报道过的 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们给了你预算 我们就希望这事情可以落实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虽然卫生署也在做 各个县市政府也在做 可是我觉得我们退博会 基本上基于 这是我们所负责的一块 毕竟你卫生署照顾的是所有人 你现在政府照顾的是所有的姓名 只有我们退博会 我们照顾的是属于这群 这个农民这个先进 所以呢还是希望说这一点 要加强落实 是的会 好吧这一点 我想今天要先去教你 请回主席我们请那个 荣总的林院长好吗 林院长有请 来谢谢主委 谢谢请 院长杨志良你熟吧 熟 他会留下来吗 我不知道呢 不知道还是不会 我不知道 你会却他留下来吗 我想他有自己的考量吗 你会却他留下来吗 他的个性我想却 他的个性是不是跟你很像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如果是你破案的情况 你会怎么办 大概在这个时间点 留下来好像是不太对 不太对 所以你也支持他的单一费率的政策 我是支持他的 就是健保 需要好好地检视 因为当时财务已经非常的危险 你在当卫生署长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检视 我们当时已经有检视 结果你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需要调生 但是要在等国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 情况好转 那万一经济一直不好呢 万一不好 要有其他的测试了 其他措施是什么 包括 譬如说 现在因为他是保险 那 那个 提高 提高一般人的保费 那会造成 那个大家经济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有一部分 是变成社会福利 是有国家的预算来 那如果是可行的话 我想是可以解决 这是你那时候的想法 对 那现在 而且 在当时我们 是金融风暴发生 那我们想 那个在金融风暴过去以后 大概这个时刻 我们的经济情况会好转 那应该是可以允许 我们在那个保费 或是在这个收入面要增加 很好啊 那现在换到时空背景换到现在的话 你觉得现在是这个推动的时机了 推动的时机 你会不会去跟 吴院长去做建议 我 现在我不在那个位置 大概不会 但是如果是署长 应该是要跟他建议 对 好 你会推荐谁来计任 杨志良当署长 我没有立场 而且我不知道 真的 好 我今天会问您 坦白讲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觉得中华民国三个最公位 最了解的人 包括您 包括叶贤署长 包括杨署长 我觉得 都是被这些制度给消耗掉 牺牲掉 谢谢 那我觉得那时候您的想法 其实我看过那时候您提的一些想法政策 那时候的确碰到金融海啸 金融危机 但现在台湾的经济有好转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当仁不让 我不是叫你回国去当会盛事署长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以你这个容总院长身份 你现在就应该对于公卫 以前署长的身份 要提出你的呼吁 杨署长说 这个社会礼盲而烂起 坦白讲我是同意的 台湾学习太多 我也同意 健保垮了 就是祸国 就是殃民了 我也同意 可当然他的方法 他的态度 我许外界有一些不一样的考量 可是我觉得他的专业 是值得肯定的 而中华民国的这个健保政策 如果你到今年年底 如果没有 你没有再做一个 一个调整的健保费率 不管是单一费率 或是差别费率 你不做一个调整的话 健保会垮 会从全世界的奇迹 变成全世界的笑话 署长 对不起 院长 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杨志良说 没有 我很敬佩他的勇气 我也很敬佩他的勇气 好 我在想 如果就我们外界 现在还在confused 您刚提到的是 这个一方面 这个费率作为 社会福利的这个补助 但是现在外界还在讲 这个差别费率 有违法的问题 单一费率呢 有面到这个选举 可能会有民怨的问题 就您的专业来讲的话 你觉得现在这个时机 是适合单一费率还是 那个报告委员 那个我已经不在那个位置 所以 实在不便宜 你不方便 对 我也不想为难你了 因为这真的的确 让你你怎么回答都不对 可是你觉得 如果说接下来 要进任杨署长人 是一个需要什么样的背景的人 我想那个 由上级的长官去决定吧 你会推荐吗 我不会 你不会 在这个事情 做任何的这个回复 好 那我想 这个林院长 还是一样 维持您的这个风格 不过我还是觉得 您很可惜 希望您在院长任内呢 好好这个 把这个 荣总 take care 我们会全力支持 谢谢 谢谢院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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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